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视园最近有一个新的楼盘推出 近年很多发展商都很窩心 知道大家上车困难 所以尽量将建筑面积缩小 价钱便宜些 希望帮到大家 当然看法大家有不同 就着一个最新推出的楼盘的时候 大家都看到一个积极 真的挺小的 实用面积183尺 很多时候这些纳米盘的单位 一打开门 就已经是一个大露台 或者大窗台 其实师傅我想请教一下 在风水上来说 是否有些问题 开门直接见露台 或者见窗 其实在风水上 是会有少少影响的 在这个情况 但问题是因为 我们现在住的一些高楼大厦 通常那些人回家之后 盗门其实就关了 所以影响又没有那么大 因为你关了盗门 你的窗台继续是一边 一虚一实就刚好 除非你盗门经常开开闪闪 或者盗门经常打开 才会形成一种不好的问题 通常有些人就说 叫做漏才 直出直入 其实在我们风水的角度 就不是说漏才 是解不聚气 不聚气 通常我们有个说法 就是虚边忍气 就十边收 一虚一实 那些气进来 你这边就可以收了 这个意思 如果你到门经常开开闪闪 就没有了一阴一阳 一虚一实的情况 在现代这个情况 是影响小了 所以大家就不需要太特别担心了 还有这件事是没得搞的 因为是环境的问题 或者是经济能力的问题 或者是整个大趋势的问题 那些楼的确是越建越小 那些人上车又越来越难上 那这个没办法了 就是唯有自己努力工作 赚多些钱 有机会再去换楼 其实 不需要特别担心 你至于说 会不会有些少不好的影响 怎样都会有 这件事 但是没得搞的 如果你家屋够大的话 这一个情况 有些人就会弄一个圆关 装修一间圆关 或者弄一套屏风 但问题是 家屋已经只有200多尺 甚至80多尺 基本上 你没理由加一个屏风 令到家屋更加小 所以是没得搞的 这件事 用心工作 就是其中一个出路 是 这样努力一点 是的 那大师傅 我又听过 也有一个说法 就是不要紧的 长期落了一个楼就行了 其实 都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是 假设 如果刚好 你的座向是够旺的 你落了一个楼 那你就浪费了一个窗 或者一个露台 哦 除非你外面的链头 相当之恶突 例如疑疑蚱蚱蚱 外面又冻土 外面又有些三叉八卦 对着你 这些落楼是无防的 这样 但因为你落楼 其实都比较阴暗的房子 这房子光线不足 过于阴暗或者滋湿 其实会影响健康 都不一定是一个好方法 除非那个位置是需要落楼 需要遮掩的 我们才会这样做 好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 最主要是找一些专业的人士 相熟的原学家 或者找师傅 可以看看 给多些资讯 是吧 另一样东西就是厨房 是 这类型的单位 或者最新的楼盘 它是开放式的厨房 但其实这都是近几年的趋势 也不止近几年的 对了 很多一些 可能是年轻人 他又想说一些格调 又或者很坦白说 可能都不是经常用厨房 不如开放了它 腾多些位置出来 其实开放式厨房 是不是在风水上 又是有些问题呢 不算好的 绝对是一般的 这个开放式厨房 第一样 假设我们的观众 真的想用开放式厨房 那两件事 我建议你们做的 第一样 就是尽量 你那间屋 就是那个厨房 不要用荣火煮食 用电磁炉 或者电涂炉 最好就是电磁炉 是 这件事 会降低了坏的影响 另外一样 如果你是用一个开放式 麻烦 那个抽油烟机的功能 或者抽油烟的力度 要买一些比较好的牌子 又是可以将坏的效果 会降低一点 要建议做这件事 那有什么不好呢 这样的 因为你一煮食的话 就一定会有热力 会有这个 就是又会洗菜 又会剁骨头 又要斩来斩去 这些东西 如果你做得开放式的话 那就是 那间屋其实也是比较小的 那你在厅里做这些 就是可能斩东西 其实就不是说真的 这么刺利的一些动作 不算是 另外你煮食 又会令到周围都湿了 然后煮食又会令到周围都兴盒盒 充满油肩 这个就是说环境方面 会令到不舒服的 那暂于我们风水的角度 其实我们去一间屋看风水 其实最初步要解决的 就是那间屋的寒热湿 这几样东西解决到 其实整间屋的风水都可以加分的 但一旦你那个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 那你必定是会有热力 会有湿气等等的 这些热力湿气 就会将整间屋的寒热湿 这件事情 就会扰乱了 那假设我们去到那间屋做了布局 然后你又刚好是一个开放式厨房 你一煮食 其实气场 都会随着你开火煮食 洗东西 弄湿的东西等等 会扰乱到整个气场的 所以即使布局也好 会有些少计分的 嗯 但是如果有些人可能说 不要紧的 我拉了一块链就可以了 是 那是不是这样呢? 会好一点 嗯 会好一点的 这个影响就会小了 是 但是 可能拉链又未必是一个好的情况 因为始终 你煮完饭 都会有开饭的一天 会的 但是通常 你说一些比较年轻的 就真的比较少煮食 这个就 以我的经验 或者我的年轻的客人 是少点煮的 多数即使煮的 都是煮的很简单的 那些 那变成影响没有那么大 假设你是一个家庭 一家有多厚的 那又会经常煮食 那我就不太建议用开放式的 是 OK 那好了 这个露台 又是因为这个新楼馆 这样 那么它的露台很有趣 嗯 就是 是一个 完全180度的一个窗外的景 嗯 那就变成了 就是说 我上网看过有一些文章 就是说那张床 是 就不能够靠窗 是 那么在这个单位这样的情况 又怎么算好呢 师傅 你的意思是露台 还是窗台 你说的 应该说窗台 是不是 有些就是窗台 有些就是露台 那或者我们先说窗台 OK 这样的 就是以我现在有时候看到的楼 那其实他们新楼盘 选择出来的房子其实都挺小的 嗯 而窗台又挺大的 变成了 其实摆完床之后 没有位置的 整间房 就是你 除了你出入 其实没有什么位置的 甚至摆衣柜都摆不了的 有些的房间 是 那变成了那些人会怎么做呢 就会直接 将一张床做上窗台那里 那里 那就省下一些位置 那里 那里都起码有十几十尺的 嗯 那些人就会这样做 是 但问题是有一些的楼馆 其实他们的窗 其实做得比较低的 甚至有些是用落地玻璃 来做卖点都有的 嗯 但问题是你把床 如果你是 就是你的窗台很低 而你又把一张床 放上去做的话 其实会有点问题 尤其是你住得高的话 我们经常说 高处不升降 那会怎样呢 如果你睡那张床墊 刚好拍着窗那里 就已经是玻璃了 是 那在 暂于我们的心理角度来说 其实这件事情很不实在 会有这个感觉 很不舒服的 你一转一转身 就已经看到楼下了 已经是 如果你是高的话 更加是令到你不舒服的 所以通常一些的床 将床做上去的窗台那里 有时我们都会见它 在窗那里做高一点 例如用木板封一封 或者在那里做个很薄的櫃仔 顶一顶 令到很实在的感觉 如果不是呢 你一转过去就是玻璃窗 其实真的会不舒服的 这个风水的角度也都不好 或者在一个人的心理的角度 其实都不太舒服的 等于叫你长期睡一块板 在高空里睡一块板 而那块板是玻璃的 那你也会不舒服的 嗯 OK 好了 师傅 简单总结一下 是 如果一个 比较这么小的单位 是 其实在风水上 有没有一些 很简单的方法就是 嗯 都可以改善一下 它的一些问题呢 都可以的 那你便是根据你家屋 那个的布局 和榴莲的飞升 去砌 尽量去砌好一点点 因为你家屋 就只有这么小的 而已 那就将一些不好的东西 就化了去 那这个已经是叫做 有得加分了 至于家屋大还是小呢 就没有得搞的 这样 这样 但是你可以找 双熟的师傅 或者专业的师傅 去执一执 这样 这样会有个帮助的 就是相信这样 起码在你赚钱方面 健康方面等等 都会有个改善的 你赚钱能力高了 健康好了 自然你慢慢 事业会上升 事业会上升 你自然会有机会 换到其他一些 比较大的楼 嗯 OK 影片简介的时候 有师傅的联络方法 那如果大家有些 不明白 想请教一下他 可以联络师傅的 下一集 我们继续请教 我是陈俊申师傅 好 多谢各位